張崇基、張崇德和超過150位小朋友 一起出現音樂劇《同聲同氣》 張崇德的太太劉美娟 就帶一對子女來捧場 因為他們未看過他們的演出 我們想著這次是第一次來看 看看會不會有些驚喜 因為一直都不透露他們在做什麼 是 一定有 因為這次不是演唱會 我們參與的部分就是兩兄弟 用一些搞笑的方式去搞搞氣氛 不過是在舞台上搞笑 他說平時對著子女都很嚴 其實我自認是一個非常嚴的父親 但是我同事也是一個非常搞笑 因為我覺得只要他們知道 我嚴的原因是什麼就是為了他們好 但是我搞笑和他們玩 就是告訴他們 其實我們不是專門想做一個嚴的爸爸 所以他們現在很平衡 我經常問太太會不會過分一些 他說不會 轉頭去看他們 就抱著你玩得很開心 所以我覺得那個平衡 都做得不錯 但我覺得是因為他驗完之後 再用很長很長的時間 解釋為什麼他驗 這件事重要 讓他知道原來那個驗是因為愛他 出發怎麼想他好呢 就這樣做了 你現在是所有人都說 說得很重要 但是我現在是過初年 會選擇 然後呢 我都會選擇 我都會選擇 你去做個禮物